Odio Jungle 做渡快机动灵活,集群使用非常厉害,然而这个游戏中的科幻兵种,居然可能再成为现实,近日有媒体宣布世界首款民用类喷气背包今年就要开售,那么其军事领域是否能大有作为呢? 在现实中,飞行背包是做不到像游戏中一样,以火箭作为动力的,火箭燃料非常迅速,一个背包那么大的可以携带的火箭燃料,最多维持10到30秒而已,这么短的时间完全不能达到飞行目的,最多是窜到天上溜一圈,而且火箭燃料过于危险,很容易出现爆炸,其燃烧时尾电温度也相当高, 因此飞行背包,需要一种别的可靠的动力来源,其实早在二战时期,美国德国就秘密开展了单钉飞行器的研发工作,直到如今,飞行背包的动力来源,从最初的活塞发动机螺旋响动力,到涡轮喷气室,涡轮风扇室甚至蹦喷喷水室,最终定型的方案还是相对可靠稳妥, 续航力也较强的涡轮发动机,Jetpack Aviation自称为全球唯一真正的飞行背包厂商,该公司的飞行背包动力来自喷系式涡轮, 但体积小到足以塞进车厢,其之前主打推出的JB9型涡轮风扇飞行背包在测试阶段也是官途无限好,因得了很多投资,然而再怎么说,其背部两个巨大的涡轮风扇,依然与我们想象中的背包相差甚远,与其说是背着背包,不如说更像是背着一台V型直升机,JB9飞行时速达到100英里, 而飞行高度可以超过1万英尺,飞行时间则达到10分钟,火箭飞行兵,或者说单兵飞行器,也具有一定的军事意义,第一,它可以提高步兵的行军速度,如果以单兵飞行的动作行军,其受地形因素影响很少,而其时速可以达到200。